连北港则是有一家鲁味店 他们要回馈给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推出七折优惠方案 不料日前有一名诊所工作的护理人员 他在结账时出示工作证 竟然被店员酸说你又不是第一线的人员 整件事情被医护人员的朋友 po上网之后呢也掀起了议论 大家就在骂说难道诊所上班的医护人员 就不算第一线吗 现在店家也只好对外出面道歉 接近用车时间 鲁味店员工忙着备料准备开门做生意 防疫期间店家为了感谢防疫人员的辛劳 贴出公告 只要出示工作证可想七折优惠 不过却遭网友在脸书吐槽 痛批业者假好心 有人代表当事人在脸书写下 去买鲁味的时候出示证件 店员就说连门诊所不是第一线 不能使用优惠 结账时店员一直问问题刁难 因为有其他人在等只好赶紧离开 贴文一出立刻引发网友众怒 质疑店家公告不清 广告写出来就应该照办 感觉像在骗人上门消费 不应该去局限说 他一定是在医院或是在诊所 因为其实在诊所也是 也是在面对第一线 如果店家真的是想要 提供医护人员这样子的优惠的话 你就直接把东西送去他那边就好了 你不要就是 我们去那边就还要被你烤晒 事务店家也回复网友以致歉 抢了会再加强员工训练 是我们的东西是对啊 现在之后我跟员工在那边说 你就如果问到这件事情 如果有出示证件 那就给他 防疫期间店家提训防疫人员的辛劳 推出优惠 疑似标准没说明清楚 造成员工与顾客误会 店家强调未来只要出示证件 这会打折 不让最初的美意变成恶意刁难 借过监狱林策务道